- 幽默的广告总是能快速抓住观众的眼球 不过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广告 而是会在2023年美式足球超级杯中场时登场的广告 想要自家广告在超级杯中场曝光可不简单 光是30秒就要价超过2亿1000万台币 不过这种天文数字的价码并没有让厂商却步 其实原因很简单 超级杯多年来都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赛事中场休息时也有明星歌手进行演出 有学者就认为观众不只是把广告看过去 在市期间的闲话家常也都会是广告内容 这将对企业的行销推波助澜 另一方面超级杯价码惊人的 除了广告费还有入场费 光是想入场就要先上缴18万台币 而超级杯广告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点 则是可以看看每年投放广告的企业类型 有哪些变化 另外今年预估有超过5000万美国人 参与超级杯的赌盘 不过两支挺进比赛的队伍势均力敌 堪萨斯酋长队与费城老鹰队 双方目前的战绩都是14胜3负 根据美国博彩协会的数据 两支队伍的压助比率都是44% 欢迎新闻学号民族话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